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树山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游戏空间 那么今天这款游戏呢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 战斧一代 非常经典的闯关游戏 那么今天除了这款游戏精彩呢 咱们的玩家呢 也是一个狠人啊 这些玩家就是在我们中国的 怀旧老游戏玩家过客 这些玩家非常牛逼啊 为了打出战斧一代的世界疏通记录 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经过了大量的练习 这款游戏的世界疏通记录 就是由过客创造的啊 我们今天的版本呢 是MD版本 相信很多朋友接触这个游戏 都是从街机版开始 因为MD版属于移植版 但是不得不说 移植版的精彩程度 还有游戏的这个难度 以及它的通关流程上 都是比街机的要略胜一筹 除了画质方面有些缩水以外 这个没办法 因为世家机它是16位机 所以说可能画质表现上并没有街机的好 那么今天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由我们中国玩家创造的世界疏通记录 战斧一代 过客选用的是女战啊 那位女战士在三个角色当中 属于移动速度最快 并且她的跳跃攻击 这个跳下 跳下渣啊 威力非常大 第二关 这里有一个坐骑 火龙 但是没有选择火龙 依然利用体术 女战士也是魔法攻击最强的一个 她的魔法攻击可以达到6级 也是需要吸这个宝瓶啊 需要吸到吸的最多 需要吸9个才可以满级 如果大家记忆当中 还留存一些对这个游戏的回忆 那么应该记得 积极版打到 boss救下国王和王后之后 这个游戏就通关了 那么在MD 内容当中呢 救下国王和王后之后呢 那么得知真正的 这个boss在城堡里面啊 所以说后期呢 我们还要有后续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很多 没有接触过MD的玩家 来感受一下完整的战斧的剧情 前面呢 两个女护卫杀掉之后 从门里面会出现两个 大壮啊 也就是第一关的boss 他们是陆续出来 打到屏幕边缘 打到断桥下啊 这边利用跳下扎 左右循环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准备进入第三关的boss战 速度非常快啊 整体的感觉 行云流水 大家跟我是不一样的感觉 那么如果大家能看到这里呢 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点赞支持一下 boss出现之前提前跳下扎 因为MD版的这边boss出现之后 会有一个卡针的情况 所以刚好啊 在最后一次跳下扎之后呢 跟着一个满级的魔法 直接带走boss 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啊 这就是最高的水平 最强的实力 当然我不否认 在我们屏幕前 很多的老玩家老嘎嘎 也能打出这样的水平来 我相信 因为过去在游戏厅 也见到很多的高手啊 但是不得承认 不得不承认的是 过客的这个速度 确实非常快啊 因为他为这个游戏的速通 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经过了大量的练习 把骷髅王踢下悬崖 骷髅王啊 是战斧游戏里面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敌人啊 伤害很高 而且战斗能力很强 单手剑单手盾 很厉害 一套连招呢 有的时候运气不好啊 直接一下掉两格血 这边黑色的啊 一个被烧焦的一样的敌人 那么他的血量比较高一点啊 相比于传统小兵的伤害 这个防御力要高一些 需要打两套循环 好的 这边是个难点啊 先是一个骷髅王和一个小兵 那么杀光之后呢 会出现第二波敌兵 第二波敌兵应该是两个骷髅王 再加一个小兵 非常的漂亮啊 他的这个旋风斩用的非常好 旋风斩的最后一下是在后面啊 如果拿捏不好距离的话 就会起反作用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了游戏常规的最后一关啊 骑手利用地形将骷髅逼下悬崖 这个场景做的非常霸气啊 是一只鹰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需要骑上这个火龙啊 因为前方呢 有两个大剑兵 如果没有龙的话 对大剑兵来说 不太好对付 这边可以利用地形杀 将敌人逼下悬崖 好 这里不能打啊 这里不能瘫 因为这个游戏的小兵呢 离你距离远了 他就会直接冲撞 两个大剑兵出现 先把他们往屏幕左边引 因为左边是悬崖 这个大剑兵的血量非常高啊 不打下悬崖的话很难对付 好的进入悬崖 MD版判定的是进boss战 是不能骑坐骑的啊 所以说这里强制下坐骑 这个也是增加难度的一个地方 过去我们在积极版的时候 非常依靠的这个龙啊 这个火龙 非常依赖火龙 像我这种小菜鸡啊 我就必须要有火龙才行啊 没有火龙我就不行了 那么MD版呢 是强制下坐骑 这边在boss出现之前 提前扔宝 烧死两个骷髅啊 左边两个骷髅直接烧死 那么这里的骷髅呢 还是不会复活的啊 那么进入真剧情之后啊 进入城堡之后 里面那个boss 带的两个小兵是杀不死的 好这边利用跳下斩 斩掉假boss 这边救下了国王和王子 国王和这个王后啊 说错了 好的这边他们告诉他啊 这个真正的boss在里面啊 里面还有更大的危险 你可以不去 不要去啊 但是我们的过客还是义无反顾的进去了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地形啊 地形非常的危险 掉下去就是一命呜呼了 但是呢 这个地形呢 也是可以被我被我方所利用 利用地形 叫小兵直接骗下悬崖 哎 轻松啊 好前方的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难点啊 有两个墙加强版的大剑兵 这边这个打这个小小偷啊 耽误了时间 又来一个啊 非常讨厌这个小偷 好 注意前方的大剑兵 直接扔雷了啊 连上面两个小兵一起烧死 两个黄色的大剑兵 这边要利用地形杀 先踢倒一个 刚才那下躲得非常漂亮 再来 先打远 再踢 最后一脚下去 好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终boss战 时间已经来到九分钟了 九分钟 就把这个机完成了 非常了不起 跳下斩 继续跳下斩 注意小骷髅 落地的时间 哎 你看这里就被打了啊 继续利用跳下斩 反身继续跳下斩 九分二十三秒的时间啊 这个速通记录 世界速通记录 这个记录非常的了不起啊 九分二十三秒就完成了 战斩的全部流程 而且是真剧情 出来之后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 这个赞赏 那么在这里呢 要感谢我们的过客 为大家呈现了这么精彩的战斩一代的速通 那么也要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后续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看的游戏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又被 你又被 好